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主辈辈都受过来自黄河的亏赠,为了报答这一伟大的母亲河,他们创作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。 这一首歌承载了世世代代人民对于母亲河深沉的爱,别看黄河近千年来川流不息,奔腾万里,可她的全眼却只有碗口般大小,想必大家都觉得不可信吧? 但这的确是事实,黄河的全眼虽然只有碗口般大小,但整条河却不止只有这一个全眼,而是有五六个相同大小的全眼,正所谓积少成多,这五六个全眼的入水量汇聚在一起,就形成了波涛汹涌,树木壮观的黄河。 至于黄河河水为何永远都这么混浊,这就归功于中国黄土高原了,河水冲击力强,而黄土高原土质疏松,河水强力经过,造成了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,黄色泥土卷入水中,就变成混浊的黄河水了。 虽然黄河带给黄土高原的好处并没有多少,反而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,但黄河下游却因河水的滞流,形成了有利于种植的冲击平原,使得许多人得以靠种植水稻等种作物,过上美好日子。 只能说黄河对于流经的地区有利也有弊,但不可否认的是,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我们众人伟大的母亲河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